我從來想看他被警察生 對他跌下來就持一把 可能就回家超越 感覺像逃不射擊 我不知道鄭信哲聖先生 是不是有什麼畫像 轉告給家屬的呢 紀錄片主角鄭信哲 原本是死刑犯 但檢察官認為案件有爭議 提出再審 而後經歷一年多的審理 最終獲得平反 那是因為 我跟台灣願意品牌協會 其實已經合作很多年了 我從2014年 我就跟他們拍攝 我的冤案系列的 紀錄片的第一部 那所以這部片其實 《相見相望》 其實並不是我跟他們 合作的第一部片 應該算是第三部片了吧 第三部 然後是從2016年 鄭信哲因為開啟再審 而踏出死牢 從那一天 就從那天他踏出來 我就開始拍攝 一直到今年完成 這樣子 傳譯學成 助理教授石油倫 歷史青年拍攝的紀錄片 相見相望 紀錄片是受邀參展 金馬英展與司法院 合作的罪法單元 他希望透過紀錄片 提供思考的角度 去反思司法 及社會上的各種問題 其實拍片子一開始 不會想那麼多 要透過這片子傳達給什麼 因為我是做紀錄片的 我並不是拍劇情片的 所以我通常是要在 長期的紀錄觀察下 才會比較知道這個人的特質 跟到底他想傳遞 可能什麼樣的東西在背後這樣 但在這個長達七年的紀錄下 我其實看到了 就是一般我們在講冤案 死刑或是冤案 常常只看這種方面 紀錄片常常都會 只看到冤案當事人 像曾經哲 可是在這部片子 其實我看到了被害者家屬 除了在金馬遺展首映之外 相見相望也將在12月2號3號 巡迴到台中高雄播出 想觀賞的朋友 可以上司法影展網頁 查詢相關的訊息